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名为睡眠仿锤波的高频爆发神经活动打断并结合 当你进入第三阶段或慢波睡眠时 随着你的神经元协作发射 滚动波增加 这个阶段持续约20至30分钟 也是你进入深度睡眠之际 然后你进入快速眼动睡眠 在小睡中大约持续10至20分钟 在快速眼动睡眠时 大脑变得更加活跃 更像大脑清醒时的活动 快速眼动睡眠信号结束 标志着一个睡眠周期的完成 好吧 但打个盹会让你感觉更好吗 那取决于一些要素 尤其是小睡包括哪些睡眠阶段 比方说30分钟小睡 主要包括第二阶段的睡眠 第二阶段的睡眠 与长时程增强作用有关 长时程增强作用被认为 能加强神经元之间的突出 这对学习至关重要 20到30分钟的小睡 在第三阶段的深层睡眠前就会停止 因此从睡梦中醒来相对容易 30到60分钟的小睡 同样会带来第二阶段睡眠的好处 也会让你进入第三阶段的深度睡眠 在第三阶段 多个大脑区域协同工作 将信息从短期记忆储存 转移到长期记忆 通过将睡眠纺锤波与慢波呕合 稳定并加强长期记忆 第三阶段是最难醒来的阶段 因此虽然30到60分钟的小睡 有利于认知能力 但这些好处往往要到 醒后15分钟左右才会显现出来 60至90分钟的小睡会进入快速眼动阶段 而在快速眼动阶段 主要负责意志和认知控制的前额叶皮层 变得不那么活跃 同时 性人盒和扣带皮层 与情绪和动机相关的区域 反而高度活跃 研究人员认为 这些现象的结合会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 催生出怪异的梦境 意志和认知控制的减少 可能会导致疯狂的联想 而且 由于性人盒和扣带回皮层的活动 这些联想可能常处在情绪化的话题中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这个阶段可能有助于我们在醒来后 在想法间产生创新的联系 因为 大脑活动在快速动眼睡眠期间 与清醒时相似 尽管小睡的时间更长 但可能比第三阶段更容易醒来 一天中小睡的时间也很重要 我们对第三阶段深度睡眠的需求 在一天中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加 因此 如果你晚点打盹 你可能会让自己晚上睡不着 但对于快速动眼睡眠 这不成问题 长时间的快速眼动发生在早晨 所以早晨的小睡主要是快速眼动 中午的小睡 有相当部分的快速眼动和深度睡眠 而晚上睡觉多数是深度睡眠 总之 似乎喜欢小睡和不喜欢小睡的人 平分秋色 喜欢小睡的人总是表现出 小睡对认知的好处 但不喜欢小睡的人则没有 研究人员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喜欢小睡的人 能够保持较轻的睡眠状态 更容易转换于不同睡眠阶段 同时不喜欢小睡的人在打盹时 可能会经历更多的深度睡眠 让他们醒来后昏昏沉沉 那么小睡一下会有帮助吗 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知道 等等 请点击订阅 不要错过学习新知识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